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清真教育网上的一个付费试听课 然后是本节课的收费老师 我叫自由 这节课的话给大家讲的一个案例 是关于我们爬虫的 采集我们某一个新闻资讯的一个网站的数据内容 然后把它保存成我们的PDF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网站资讯嘛 我们可以把它的数据采集下来 然后放到PDF里面 如果说你要采集一些文档类的话也可以 那网址的话就这个给大家发一下 给你们发一下 这是我们的内容 OK 都给大家发一发 用到了一个环境的话 是Python3.0的解释器 编辑器的话是拍下 还会用到一个额外的一个软件 就这个WKHTML2PDF的一个东西 你们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去加到咱们小语老师去领取 没有的同学 自己加一下 模块呢就是这些 像我们request execcas 还有我们的一个Jason 郑哲 还有PDFKIT的一个模块 像这些模块的话 前面两个是需要各位同学去安装的 没有安装的话 你们自己安装一下就好了 然后本节课的录播 课件 都是可以去找咱们小语老师 课后去领的 然后我们整体的一个案例的话 给大家分为两部分 我们按例 按例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采集 单个单篇文章 单篇的一个内容 单篇内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批量采集 主要是分为这两个 分为这两个 然后的话 我们今天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逆向的东西 另一项东西 到大家有什么不懂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问 OK 那给大家写下笔记 爬从实现的基本流程 给大家写下笔记 我们爬从实现的一个基本流程的话 按照两步 第一步数据来源分析 然后第二步呢 是我们的一个代码实现步骤 数据来源分析里面的话 分为 分为两个小点 两个小点 第一个 明确需求 第二个 赵宝分析 然后我们代码的话就分为四步 分为四步 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 和我们的一个解析数据 以及保存数据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 基本流程 然后我们明确需求的话 就明确采集的网站和数据 明确采集的网站 以及数据内容 我们今天因为采集的是单一个嘛 所以说网址的话就是随便选择了一篇新闻内容 那就是这个 OK 就这个 那我们的数据呢 数据的话就是文章嘛 新闻内容 新闻内容 他整体内容给他拿下来 确定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来抓包 对啊 抓包的话 这个是必备的 抓包的话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通过我们浏览器开发者的工具 通过浏览器开发者工具进行的一个 就相当于分析对应的一个数据位置 分析我们想要的一个新闻内容 它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抓包的话 基本的流程是打开开发者工具 基本的流程是这样子 然后刷新网页 通过关键字搜索 找到对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数据位置 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打开开发者工具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F12 或者说右键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network的话就是网络 通过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操作的话 能够把开发者工具 直接打开 那我们就直接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我们是要的这个数据 要它的一个文章内容 那我们直接F12 打开我们开发者工具 打开一下 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点击一下刷新 就这个地方 我们刷新一下 第二步的话就刷新 刷新的目的主要是 让它的数据内容加载出来 因为你不刷新的话 它数据比较少的 就是让本网页的一个什么呢 本网页的数据内容 重新加载一遍 OK加载完之后的话 它相关的一些内容 就会直接给我们展示出来 直接会展示在这个里面 展示这个里面 然后展示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就要干嘛呢 我们要就要分析 我们要去分析这些数据在什么地方 对我们的内容 你像这些东西的话 在哪个地方是存在的 按照正常的话 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个流程 是通过关键字去搜 正常流程 对关键字 搜索 那这个关键字的话 就用什么呢 用它的内容 就是用我们的一个文章内容 对 以文章内容的 某一些数字 某一些文字内容 去搜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直接可以点击这个搜索按钮 点了搜索按钮的话 你把这边 你比如说这个steam上线了 一款证人 乙游 什么东西 对我们把它复制一份 然后粘贴到这个搜索框里面 进行一个回车 回车之后的话 对于普通的一些网站数据来说的话 它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详导数据内容在哪里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网站的话 会有点奇怪 就是什么呢 按照我刚刚讲的方法 你去搜的话 它是没有返回内容的 它显示是什么呢 未找到一个匹配项 没有找到匹配项 没有找到匹配项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时候的话 它可能是因为一个 文字的一个格式问题 文字的一些编码格式问题 导致你搜不出来 搜不出来 但是我们这个网站的话 它是有点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文字内容 就是我们新闻的一个内容 它是加密的 对的 它是加密的 好吧 它是一个加密的 加密的内容在哪里呢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哪个地方 在这里 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 如果说 对于这种情况 就是你找不到 找不到 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但找不到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我们可以直接看 直接看它的一个圆码 直接看圆码 是吧 直接看圆码 你这样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数据包 这个不就是它的一个网址吗 对 跟我们这个浏览器 这个导航来的链接是一样的 那么直接点击响应 点击响应 你可以点预览 看预览里面的话 有没有东西返回出来 就是有没有一些效果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么就直接看这个响应里面就可以了 看响应的话 它的数据在哪里呢 我直接告诉大家结果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它就这一款 这一部分 就是它的一个数据 但是呢 它是经过了一个加密的 是吧 这个的话是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OK写一下 这一部分 这部分是它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内容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 经过了一个什么呢 加密的一个处理 经过了加密处理 然后就变成了一段密文 变成了一段密文 所以说我们要去对它进行一个解密 就对它进行解密 对它进行解密之前的话 我首先得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好吧 把这段数据给它拿出来 是不是 先教大家解密 解密的话 它有一个关键字 有一个什么呢 对 有个关键字 看到没有 有个网页的一个关键字 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直接通过这个关键字去搜 看能不能收得到 对不对 一般我们如果说遇到 遇到我们的一个 遇到我们的一个加密的一些内容 怎么找 它的一个加密位置 对加密位置 就是如何去分分析 对啊 它怎么解密 主要是解密 或者说解密位置 对不对 这里的话它会显示一个什么 有关键字 它有个关键字 它的关键字是什么 什么 STA ST的这个玩意 那么直接就以它 以这个关键字去搜 对吧 这个搜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面搜 但是不是很建议 对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搜的话 也行 但是像这样搜的话 也行 这样搜也行 但是我还是比较推荐用这个 就点击这个小三个点 然后点击这个搜索 对 然后你在这里搜也可以 在这个地方搜 搜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地方是存在的 有好几个数据包里面是存在的 你看到没 好几个 你看这样的话 有多少个 十个对吧 在十个文件夹中找到了 匹配到了两千多条 就这样的话会是比较多的 是比较多的 你看没有 在十个文件里面找到两千多个 你两千多个 如果说你要一个个去对比的话 你会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那怎么办呢 要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说你直接 以这个关键字去搜的话 搜的太多了 对吧 搜索的一个文件内容 文件内容和结果返回的太多 不好区分 具体的一个什么呢 具体的一个加密位置 具体的一个加解密位置 如果说遇到一些要加密的 或者说要解密的 对吧 就不太好 不太好 那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方式 还可以有 还可以干嘛呢 对吧 再加一个 对的啊 像我们这个同学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就用这个 用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ncoding dcoding 这种也可以 这种 这个也可以 对 就关键字的话 又比较多 对啊 像这个的话 那我们解个图 我们复制过来 像这个的话 一般会说哪个呢 会加个括号 一般会加一个小括号 像这个的话 它的意思是解密的意思 就解密的意思 怎么 这个是解密的意思 那然后这个的话 ncoding啊 ncoding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啊 这个的话 一般就是我们的一个编码 对吧 编码 因为你看到像这种形式啊 啊 为什么会收这个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看他后面这一段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打他后面有个等等啊 有个等等的话 大家一般啊 对于我们 如果说数据里面啊 有一个这种等等的话 啊 一般的话就要想到一个什么呢 bass64啊 要想到一个bass64 就如果说我们的一个 就是呃 像我们的一个加密内容 啊 啊 加密的一个内容 对吧 他有一个什么呢 啊 有个等等 那你就要考虑到什么呢 就要考虑他 他肯定是经过的一个什么bass 啊 64的一个处理 对吧 通过bass64编码的一个处理的话 我们加英 通过这个去数也是可以的 好吧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试一下这个ncoding啊 对吧 ncoding我们也加个括号 加个小号 那你收一下 对吧 收了之后的话 他只有在哪个地方有啊 在这个地方 在在在这几个地方有 看吧 在这几个地方有啊 你这样的收的话 其实啊 呃 可能还是有五个地方 但像这种话 找的不是特别准啊 找的不是特别准 对吧 不是特别准 对不对 那怎么呢 呃 我们可以干嘛呢 用这个啊 这个是比较准的 好 我们直接用它 哎 在哪里来的 我那个搜索来 啊 用这个是最好的 那 用这个的话 它在哪个地方 哎 这里 看到没有 那这里有一个是吧 那这里有一个啊 一共有三个 这里有一个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啊 大概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哪个地方呢 还有这里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到这种是其实很明显的 像你看到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位置啊 因为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什么呢 AES 对吧 这种很明显 有一个model啊 对吧 这个pending啊 对不对 像这种的话就很明显 它是一个AES的一个处理啊 AES的 是吧 AES加并位置 像这种的话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啊 比较关键的地方 对 你按照这个也可以 其实我们还可以按到哪一个呢 就这个观点字 看到没有 其实你可以按到这种来 对啊 按照这个观点字来去找 也是能够找到的 那为什么呢 啊 你可以看到我们原本的一个数据啊 我们原本这里数据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啊 是个windows啊 点点这个玩意 然后再取它里面的一个对啊 一个对象 是吧 我们在在如果说你是在一个呃 gsn项里面去对于建制对内容取值的话 可以用个点 用个点 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去搜的话 也能搜到它的一个加密位置 啊 再点上它啊 这样的话也能搜到加密位置 对 也能搜到加密位置 在这个地方 理解没有 懂了吗 就是我们确定加密位置的方式会比较多啊 啊 会比较多 对啊 我们通过这呃 这几个的话都可以啊 像这个的话呃 不太好啊 这个不太好 对啊 那这个的话也是没没找到 对吧 所以说我们最最最准确的话 我们就是用这两个方式啊 这两个的话能够去直接找到我们的一个加密位置 对 它的加密位置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吗 那就这一块 是吧 这个的话就它的一个加密的一个位置 明白了没有 懂了吗 啊 理理解没有啊 这个能理解同学可以可忽略啊 能理解同学可忽略啊 OK啊 找到之后的话 我们就来打断点了啊 这个地方找找到之后呢 我们就去进行一个断点调试 好吧 我们第一步的话就这个地方遇到加密的话 我们就首先第一步啊 第一步的话我们去找什么呢 打第一步啊 先找它的一个加密位置 嗯 嗯 嗯 如何 对于加加解密的啊 对于我们的一个啊 加解密的一个对吧 分析啊分析的一些基本过程 那我们就大概这样写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第一个的话就找它的一个加密位置 找完加密位置之后的话 我们第二步啊 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我们就是打断点啊 打断点啊 分析它的一个传餐啊传餐啊 以及调用的一些函数方法 是什么 好吧 打断点的话我们怎么打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一块嘛 对啊 通过一个as 那我们直接在这里啊 在这几个地方都打上一下啊 打断点吧 对啊 都打几个断点啊 都可以看一看 然后呢我们刷新一下网页 打完断点之后的话就刷新网页啊 打完断点啊 打完断点之后的话我们第三步 去干嘛呢 啊刷新网页 打重新加载啊 重新加载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打断点地方 给它进行断注 断注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它相关的一些方法 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个r1就是什么呢 对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r1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加密内容啊 我们的一个啊密文 对就是密文内容就可以直接看得到啊 看得到 看到之后的话 那么可以继续 对吧 它是把这个r1传到哪里 传到这个里面吗 对啊 这是我们加密的内容传这里 然后有个n1 这个n1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n1的话它是一个密钥啊 对啊 n1的话它是一个密钥 对是个密钥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aes的一个进行处理 然后把这一段内容返回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啊我们的一个呃 数据内容 把这这部分返回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其实这个加密的东西的话就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的话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直接把什么呢 把这部分内容给它抠下来就可以了 把这部分直接给它抠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还是比较呃比较清楚的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看起来还是比较 比较清楚明了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一块内容给它抠出来就行了 把这一段代码全部给它抠出来 直接给它抠 咱们第第四步的话 第四步 对吧 第四步的话直接扣代码 扣gs代码 然后第五步的话啊 这里给大家写一下 第五步的话就是干嘛呢 运行啊运行调色 然后补全代码 那补全代码 那补全代码啊混淆怎么办呢 混淆的话你可以干嘛呢 啊用一些工具 然后把它还原啊 或者说你自己一个个去读也行啊 也行 ok 那我们新建一个gs文件 把我刚刚的复制过来啊 复制过来 ok 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对吧 我们想要的东西的话 我们大概没有一样 大概没有一样 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n1嘛 n1的话是一个密钥嘛 然后它是通过a11.a 然后点这个 像这种话 你其实就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东西是啥 像这个的话 你放上来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md5的一个加密 啊标准的一个加密算法 啊像这种话 如果说你看到 呃有两种情况啊 有两种情况 就如果说你把这个1 1a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如果说是这个样子 它长成这个样子 就里面又包含了什么aes ds 对啊这种sad md5的 对啊这种内容啊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呃 加密的一个算法啊 算法模块 哎对了 你用这个模块就可以了啊 直接导入模块 然后给它替换掉就行了 如果说啊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加密算法库的话 那你就要去找这个1从哪里来的 那1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对啊n点上n啊 取这个z啊 z的话就等于什么n取88 那这个的话就要去webpack了 对啊你就要去找他这个n 然后找他的一个什么呢 呃 那找这个地方啊 对 你要把自己代码全部给他抠出来 然后补全啊 这个就是webpack方面的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比较麻烦啊 比较麻烦 就要补呃 补的东西会比较多啊 要抠的代码也会比较多 但如果说它是像这种比较标准的一个加密的一个呃 算法模块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去导入的啊 导入模块的 那我们可以直接导入啊 导入我们这个东西 那导入我们这个 然后把它统一改一下 改成哪个呢 那改成这个 那把这个1.a的话全部改了改了 啊全部改了 改用我们这个加密的一个模块啊去使用 我看还有哪个地方有 ok啊 就这些啊 啊 就这些 然后你可以运行上代码 运行完代码之后的话 对吧 它是报了一个错啊 拷贝的话全复制嘛 呃 拷拷贝的话全复制嘛 什么意思 啊 要是为什么要改 啊 为什么要改 对吧 你不改的话你就要扣代码 对吧 啊 你说了老师你说你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要去改 对吧 你你不改的话 你要把它的原码全部给它抠下来 就是你要找它的这个启动器 啊 你找这个对吧 你相对于它是一个n码 n掉用的这个88 对 相对于n的话是在哪里呢 这是关于js里面的一些东西的 那你要把它的这个启动器给它抠出来 然后把它的方法导出 导出之后的话 对吧 然后你找他这个88 对啊 88的一个呃 模块是在哪里 然后的话你要把所有的代码全部给它抠出来 但是呃 会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但如果说它是像这种的一个标准的 一个加密的一个算法库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通过模块调用 然后把它给它进行一个改改写的 对吧 啊 wipack的话如何去找代码 你找它启动器啊 然后去给它抠出来 然后把方法导出啊 导出你的方法之后的话 然后找它的一个模块是在哪里 然后的话你去去一步步说啊 像这个88的话 呃 你也可以在这里收啊 一般的话有个冒号的啊 反应一般也会有个冒号的 我靠这太多了 那 呃 这个不是 对啊那你要一个个去找了一个去找 找 找它的一个地方是在哪里 但是那个太麻烦了 没必要啊 没必要很麻烦 因为要扣的东西太多了 对于很多林林技术同学的话 呃 刚不是很清楚 我们直接去把这个改了就行了 把它改了就可以了 好改了之后的话 它会缺一个window嘛 window的话这个的话呃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一块的内容啊 这一块的内容 然后把我们的密文放进去就可以了 那像这个的话 嗯我们直接来写吧 它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一块 给你看一下 那就这一块 那就这个啊 window点这个其实是相当于什么呢 呃相当于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给大家改写一下 window点他点他 ok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window点这个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字典里面取直啊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呃这个的话 有点类似于我们pathon里面的一个字典取直 就等于呃相当于我们window 对啊 取哪一个呢 取他里面的啊 这个啊 取他这个键 对啊取这个键里面的话 再取哪个呢 取这个啊 取这个 然后他就会把我们相关的内容 对啊 诶导出出来 导出出来 然后我们要的话 要的是哪一个呢 其实这边的话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删掉 没有必要的 像这一块的话是没有用的 没用的 我们要的主要的是要的哪一块 要的是这块的一个方法 对吧 这边他调用的一些内容 嗯 我们来改一下 把这个代码稍微改一下 这个啊一等于这个方法 这个 从哪里开始啊 从这里开始那这边全不要啊 全不要 打全不要 就留这个就行了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用个 SP接收 那其他东西全不要啊 没有用啊 concert 点log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把相关的一些东西给我们返回出来 那这就是相关的一些数据 直接就给我们返回出来 好啊 因为有有些东西的话这其实没有必要的啊 他就是一个一个啊 基本的一些判断 然后也没有用到啊 所以说可以给他删掉啊 没有用啊 像这种东西的话 像这些都没有用啊 那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把我们那个 呃 像这一块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啊 这个图诗圈的话啊 图诗圈的话就相当于 把我们的一个数据变成字符串 变成字符串 然后这个接生啊 接生点puzz puzz 它这个的话就相当于类似于我们 呃 puzz里面的一个接生点lots 就是把我们接生字符串的数据 转成我们接生字典 那你看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字符串 那我如果说在后面的话 我们加一个什么呢 那我们加一个啊 接生 我给他复制过来吧 我来的党了 那接生 那他就会给他干嘛呢 转成我们的一个 接生字典的一个数据 看到没有 他就会变成接生字典 如果说你不加这个的话 他就是一个什么 他就是一个字符串 你不加这个的话 这个就类似于puzz里面的 就跟我们puzz里面的一个什么 接生点上lots一样的道理 就有点类似于这个 类似于这个方法 懂了吧 其实所以说我们加密的一个位置 就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把这个内容给他改了就可以了 改了就可以了 因为其他东西的话就没有什么用啊 那这个的话主要就是一个key字啊 哎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密钥啊 密钥 就是我们的一个as里面的一个什么key 啊一个key 然后这个的话model的话是一个ebc 这个的话是他的一个模式嘛 的模式 ebc ecb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进行一个加密处理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密文啊 密文 然后的话进行一个解密嘛 那最终的话就得到这块数据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我们定一个函数啊function 嗯 function的话 get content吧 把它这个东西返回出去啊 OK啊 大概的话你就写这样子 然后我的我们的内容的话啊 那我们定一个函数啊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传个参数 就传哪个呢就传这个 就把我们的密文内容传进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密文内容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定义的一个啊 JS的一个代码函数啊 函数这个function的话就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pathon里面的df啊 df就是我们用于定义函数的 这个get content的话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啊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函数名啊 函数名 函数名然后后面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参数 对吧 形成啊 一样的一样的动向 就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方法 一模一样的方法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干嘛呢 就我们根据不同的一个内容 我们直接把加密的内容给它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的话 它进行加密的处理 然后给我们返回返回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返回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好吧 大概的话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其实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就是你找到它的一个加密位置 最主要的话就是哪一部分就这部分 你你找到它的一个加密位置 找到之后的话 你就是大概的去描远它的一个语法就行了 因为我们这种语法的话 呃你 各个编程语言基本的语法是差不太多的 差不太多 它可能会稍微改一下 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你大概的话也能够看得懂是什么东西 啊这个不是没有定义吗 啊 这个就是行餐呀宝贝 啊这个是行餐啊 行餐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们要调用什么呢 调用这个函数 需要传入一个参数 需要传一个参数 这个行餐的话就是我们定义的一个东西 然后传到这里面呢 懂了吗 这个还不理解吗 呃这个地方要改 啊这个地方啊不用改 因为它取的是这个windows里面的 那就不用改了 如果说你可以把这个直接替换成它也行啊 替换它也行 ok吧 还有疑问不 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 因为这个的话难度不是很大啊 难度不是很大 ok啊 对啊 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分析清楚了啊 我们的数据在什么地方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分析清楚了啊 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那我们自己移除了 但我们我们的数据的话就在这个链接里面 对啊它是个加密的啊 加密的 所以说我们代码的话要怎么去写 那我们自己加密的东西我也搞定了啊 解密的话也搞定了 那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代码就可以了 方送请求 对不对发送请求 获取它这个数据 然后把它加密的内容取出来 把加密的内容取出来之后的话 对不对我们去进行一个解密就好了 就好了 加密算法直接用来解密对的啊 加这个其实就是解密的啊加解密的 对啊这解啊这个的话就是解密啊 如果说你你要啊 他有一个 哎他没有代码真提示啊 其实加密和解密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写一下吧 那解密的话就这个 加密的那个单词怎么打来的忘记了 给你们翻一下 那就这个啊 这个的话就加密的 如果说你以后要找加密的话 你就加个括号啊这样子去 如果解密的话你就找这个 短帐的话收入的话是比较快的啊 比较快的啊 加密的话和解密的话是差不多的 他就反过来用就可以了 OK啊 那我们 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不管他是加密的 因为只要管解密的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只要明文就行了嘛 那我们直接来写代码了 发送请求 模拟浏览器啊 对于我们的URL地址发送请求 那这里的话就三个点 第一个模拟浏览器 那么直接来写代码啊 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啊URL地址 那第三步就是我们的一个发送请求啊 主要就是这三块 把这三块啊 我们来直接写啊 那么DF定一个函数 GateResponse GateResponse OK啊 我们定一个发送请求的一个函数啊 定义发送请求的一个函数 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们对吧 我们首先的话 是不是要去干嘛呢 模拟浏览器嘛 模拟浏览器的话 我们直接使用开发者工具里面的一个Headers就可以了啊 这个模拟浏览器的话 这个模拟浏览器的话 我们直接使用什么 使用开发者工具中的一个什么呢 标图啊标图标图下面的一个请求标图 请求标图里面的UA 啊 UA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啊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着重需要注意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字典的一个形式啊 需要构建字典的一个形式 啊 这个的话是需要大家着重去注意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请求标图里面 你看没有 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包里面 它不是有标图描 有标图啊 标图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请求标图 然后请求标图下面的话 就会有我们这个UA 还有这个UA 那你直接复制可以了啊 你用那个工具去复制也行啊 也行啊看你们自己 对吧 很多东西我还是教大家怎么去用啊 还是教你们怎么去用 对吧 如果说你会用一些啊 CUL去复制的话也行啊 看你们自己对吧 不要本直播间禁止杠啊 禁止抬杠 因为你会的话你就可以 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还是那句话啊 方式方法比较多 对吧 你你认为可以你的方法会更好一些 那没关系 只要你会你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方法去实现 这是问题不大的 对吧 如果说对于那些零技术小白 他不是很懂的话啊 就是我是怎么做的 你就按照我的操作来就OK了 好吧 我要发送请求啊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导入什么呢 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把import一个request 啊你懒就懒嘛 对吧 你懒就自己去懒嘛 这个无所无关紧要的 request点上一个get ul 等于什么呢 ul heads等于heads 这样一个response去结束 然后呢 把这个返回啊 返回我们的响应对象 那return OK啊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把这一个 发送请求这一部分代码就写完了 发送请求代码的话就写完了 那就比较简单的一个代码内容啊 比较简单 啊 网址的话我们等下再用啊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主要注意他的一个请求方法就行了 请求方法 把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的请求方法的话 你可以在什么呢 可以直接 可以直接在开发者工具中查看的 就是我们刚不是找到了一个数据包吗 就我们找到数据在这里面吗 然后他的网址在这里 然后他的请求方法的话 也会告诉你是什么 对 也会是什么 对 你看这里的话是一个盖子的话 我们呃 在代码里面就用盖子就行了 然后把相关的一些参数传进去 就OK了 好吧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响应对象给他返回 好吧 这是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代码内容啊 发送请求的代码 那么发送请求写完之后的话 要获取数据和解析数据的话 我们写在一起啊 嗯 方法请求 获取数据和解析数据的话 我们写在一起 这个的话是获取什么呢 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 就是提取我们需要的内容 啊 我们需要的数据内容 那我们把这两部分的话写在一起啊 df get我们的一个 content OK 获取文章内容 啊 获取文章内容 那么呢 请求网址的话 对啊 我们直接给一个link 把这个网址我们给他复制过来 然后呢 发送请求 对不对 加我们的一个获取数据 啊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直接调用刚刚定义好的函数就可以了啊 请求函数 URL等于什么link 然后获取他的一个网页圆码 直接text就OK了 用个html去接收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网页相关的一个内容 直接就拿到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网页的数据啊 我们就直接给他拿出来了 看到没啊 这是我们整个网站相关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吧 就拿到了啊 拿到之后的话 拿到之后呢 我们把什么呢 那我们提取啊 解析数据 提取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加密的一个密文啊 密文内容 密文内容的话 他在哪里不就这一块吗 那不就这个吗 这个 s t a t 的这个东西 对不就这一块吗 那我们直接可以通过正则表达 是把它取出来 把它取出来啊 不是接生吗 为什么是text 为什么为什么是接生 你这里用接生会报错的呀 对啊 你什么时候用接生 什么时候用text 那你用接生的他会报错的呀 对啊 这个不是很明显他不用的是 用的是text吗 OK啊 那大家有同学问到了这个问题啊 我们获取数据的三个方式啊 response.text response.jason 还有一个呢 response.content 这三个方法的话 什么时候用什么 什么时候用什么 这这个 这三种方式的话 大家都了解过吗 那这个都都清楚的 你扣个一啊 有不清楚的话你扣个零 好都清楚你就扣一啊 有不清楚的话你可以扣个零 这是获取响应的文本 这是获取响应的一个接生数据 这个是获取响应的二进制数据 对啊文本啊 接生二进制啊 啊什么时候用节省呢 啊必须是完整的一个接生数据格式 啊必须是完整的一个什么呢 接生数据格式 哪一种呢 就比如说数据是有什么呢 有花过号或者说是中过号包裹的 啊包裹起来的数据 那我们就用什么呢 用接生啊用接生啊 那二进制数据的话 我们一般是在吗 用于保存 用于保存数据的时候 使用啊像对于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图片 视频 音频 还有特定格式的一些文件的时候 那我们会获取什么呢 获取他的二进制 然后进行一个保存 啊保存处理 啊像这个tax的话啊tax就是啊 除了下列这两种情况以外啊 都可以用tax啊 基本上的话除了什么 除了这个以外啊 基本上除了这个以外啊 除了这个这个以外 我们都能用他啊都能用他 除了这个获取二进制以外都能用他 像我们接生数据的话 你也可以获取tax 只是说他返回的是一个什么文本 文本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字符串啊 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类型 这是他的一些重点啊 那基本基本上的话啊 啊除了获取什么呢 获取我们的一个二进制数据以外啊 都可以用什么呢tax 那只是说啊只是 有时候获取节省数据 能够更加方便提取数据内容 但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数据格式 它是个字典 那么直接获取节省的话 能够通过字典取值的方式 把相关的内容取出来 就没有必要说再用去正责去匹配了 是吧 因为这种啊 如果它是个节省的话 我们直接通过获取节省 然后去取值会更方便一些 会更方便一些 好吗 ok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为什么用tax的原因 在这里啊 ok第二步啊 我们导入我们的一个正值表达式 import i import i啊 导入我们这个正责 正责取值的话啊 这个解析像我们要取这个数据的话 明显是用正责是最方便的 啊 用正责是最方便的 那问题来了正责会用吗 正责表达式的一个简单使用 怎么用啊 用Xpass怎么搞 你这个能用Xpass匹配吗 其实也行 但是没必要 你用Xpass的话你要把这一整 没必要啊 没必要用Xpass啊 这里 对啊这里用Xpass不好取啊 Xpass是根据标签啊 根据标签去提取相关的数据内容 知道吧 根据标签 那你要取这个标签里面的数据 但不是很好取 你用正责的话 你我只要中间这一块就可以了 但用Xpass取这个的话 你取不到啊 真取不到 正责的话啊 我们一般用的什么呢 啊一点上一个放到的一个方法 打放到 在这个括号里面我们给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一个是数据 一个是数据员 相当于什么呢 从什么地方 去匹配什么数据 把你所需要的数据 你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啊 你比如说我们像这一段内容不是我们要的吗 我直接把这一块内容全部复制一遍啊 全部复制过来 放到这个里面 那放到这个里面 其中的哪一部分 就这一块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对对这一块啊 这一块需要的话 我们就用括号点心问表示 对啊 我们需要的内容的话 你就直接用个点心问表示就可以了 好 像这种符号的话 还是转移一下 像这种有特殊含义的一些字符的话 我们还是转移一下 稍微转移一下 这个转移的话 这个就不用转移 他直接拿到了内容 你看一下 然后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返回的是个列表 我们匹配出来 他返回的是个列表 列表的话我们直接根据所应取值 取个零就好了 取个零就可以了 取个零就OK了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什么 拿到了我们的密文啊 拿到了我们的密文 是不是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代码内容 就相当于什么呢 从什么 那从我们这个 从HTML 这个网页的一个圆码中 网页的一个圆码中 提取什么呢 提取这么一段数据啊 提取这么一段数据 提取这段数据 其中啊 括号点心问的内容 就是我们需要的 在用括号点心问表示的 就是我们需要的 那这括号点心问是什么东西啊 打这个括号的话 它表示是精确匹配 就是你要的什么数据啊 然后的话我们点的话 它是表示什么呢 呃 可以匹配任意字符啊 就是 匹配任意字符 那我们的这个星号的话 它是啊 匹配前一个字符 多个啊 零个或者说多个 然后问号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非贪婪匹配模式 啊非贪婪匹配模式 那我们点心问的话 一般就是说 相当于它什么数据 基本都能匹配到啊 懂了吧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密文啊 密文密文就拿出来了 OK 有问题想问的不 看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想问的 有没有疑问 关于政治这一块 没有的话 那么就要干嘛呢 去解密了啊 通过啊 Python调用 JS代码 获取它的一个名文内容 或者它那个名文 那么要通过JS代码去调用的话啊 我们首先干嘛呢 读取我们的一个JS代码 啊 读取一下 那么通过F等于一个open 读取一下它的一个JS代码 encoding 点上一个read 啊 读取出来 读取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编译一下JS代码 那因为我们要通过Python去调用嘛 啊 编译JS代码的话 那我们就要导入这个模块啊 import ex cs 导入下这个模块 点上compare 把这个F传进去 我们用一个JS code去接收 然后呢我们调用 JS的一个函数啊 点上call 函数名的话 我们直接用一个字母串去去就可以了 用一个字母串 它的函数名是get content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传入什么呢 参数 参数是哪一个 这个密文吗 给它传进来 那它就会返回我们的一个结果 啊 用个resource吧 啊返回我们的一个结果 来运行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结果是不是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名文 的名文 为了方便查看数据效果的话 我们可以导入一个格式化输出的模块 导入啊格式化输出的一个模块 然后呢 实际上还有代理我们的KonXrow 它以后,购乱失去吗 这是我们的一个数据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的数据 我们把它取出来 把它取出来 根据见词对取值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的标题 文章标题 title等于resource 在哪里 它的标题在哪个地方 哪个是标题 它标题 这里是标题 这个title是标题 对不对 我们直接给它 根据见词对取值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取它 取这个 从最外层开始取 根据冒号左边取冒号右边 然后再取它 一层层取 然后再取这个 data 是吧 OK 再取这个data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这个内容 我们这个标题 那这样的话 我们标题就出来了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标题 标题 那么提取内容呢 同样的嘛 文章的内容 文章内容在哪里 就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嘛 在这个content里面 那么直接把它取出来 就可以了 那么的文章标题 和我们的一个内容 它不就出来了吗 它不就这样子出来了吗 标题和文章内容 那出来之后的话 是不是 那我们就是要给它进行一个保存 那我们把这两个东西给它返回出去 直接return 返回标题和我们的一个content 反回我们的标题和内容 还有呢 还有呢内容 那么直接在这里定一个dfcf 保存数据 那么直接在那些保存数据就可以了嘛 那保存数据的话 我们这里的话保存数据要干嘛呢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 我的我们的目的的话是干嘛呢 最终的话是保存成我们的一个pdf的一个内容 打pdf的一个文件 按照我们的话 我们首先第一步啊 把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把文章内容保存成html 那第二步的话 把我们html文件转成pdf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它的格式不会变啊 它的就是它的一个什么呢 它的一个排版 排版格式啊 不会变 不会变 就是人家网页当中的话 它的一个格式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到时候保存成pdf的话 它的格式也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话会方便一些 保存成html的话 我们先给一个什么 前端的一个模板 前端模板的话 就哪个呢 就这个 发不出来啊 发不出来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小月老师要 这个我 我也想给你们发啊 发不出来啊 它内容不能提交啊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小月老师要 好找小月老师要 前端的一个模板 OK 让呢 我们传入数据啊 传入数据 我们去我们这一个 点上一个什么呢 format 把哪一个呢 把这个article啊 把我们的文章内容传到这个article这里来 把文章内容传到这个article这里来 把文章内容传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我们再通过什么呢 给一个文件路径 html 文章内容传到这个地方 还要去点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right 把我们的内容啊 直接给他写进去 给他写进去 对啊 我们要新建一个文件 因为我们这里文件没有新建 我们新建一个html的文件 文件夹 再新建一个pdf的 ok 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保存的函数 保存的函数 我们把这些代码的话 我们就调用一下 那么或调用这个的话 它会返回我们这两个东西吗 它会返回这两个 返回这两个数据的话 我们再调用保存的一个函数 来运行 运行之后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html的文件 直接保存出来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内容啊 那我们的一个文章内容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 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的东西 看到没 是不是一样的 没有问题吧 这个保存的话有疑问不 那这个保存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了 保存的 保存的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有想问的不 还有人在吗 是不是已经听梦了都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干嘛呢 把 把我们的html文件啊 转成pdf的一个文件 好吧 把把html转成pdf啊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需要使用到什么呢 啊 需要使用到我们的一个软件啊 这个软件的话就是这个html 这个软件 你们自己去找小佑老师要啊 去找小佑老师要 好吧 可以直接找小佑老师要就可以了 啊 啊 hgmail的格式可以在python文件输入吗 什么意思 没太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 好吧 啊 转的话我们要导入一个模块啊 导入一个pdf的一个模块啊 导入一个啊pdf的一个模块 import pdf k i t 把给他导入进来啊 这个软件没有的话 你们去找小佑老师啊 加小佑老师微信啊 我们首先的话 哎 pdf k i t点上configuration w k h html to pdf 啊 这个地方的话要给个路径啊 这里话就给我们的一个软件的一个路径啊 就把你软软件 你因为我因为我们小佑老师发给你的话 他应该发给你的是一个 呃 压缩包啊压缩包 压缩包的话你可以自己随意解压啊 看你自己你自己想解压到哪里就解压到哪里 那解压到哪里就解压到哪里啊 那我的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把这个路径啊给他拿过来 给他拿过来啊把它路径直接拿过来就可以了啊 他在哪个地方你直接把路径复制过来就ok了啊 ok了那我们再用个config去接收 是吧 然后呢我们干嘛呢 继续干嘛呢 去转啊 去转 转的话 我们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pdf的路径啊 pdf的我的路径 那么给他复制过来 pdf 那这个的话也是pdf 这个的话也是pdf 给他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转pdf kit 点上from fill html fill 从html的文件里面把它转到什么呢 转到pdf的文件里面 然后通过哪一个呢 通过我们这个配置好的这个config 对吧 配置好的这个环境 ok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转换了 转换好了之后的话我们打印一下吧 打印一下这个title 直接运行 那他就会把文件啊 把html的文件是保存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ok那这是我们弄好的一个html文件夹